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6月18日 星期五 一直想跟大家說說飛天入地的事情 中國發射長征2號火箭 運載火箭 搭載著神舟12號載人飛船 當局預計 火箭的整個 整流罩殘屍 將會跌落陝西榆林市境內 但是整流罩最後分裂成兩塊 其中一塊就聚落到人口籌密的地方 這個可以說人算不如天算 計錯數 大陸媒體的消息 就說長征2號F 搖12運載火箭 6月17日上午9點 搭載著神舟12號載人飛船 之前官方提前進行了載人飛船整流罩 殘骸回收的保安工作 並對核區 如神段 錦解收費站 西溝收費站 神木收費站 電塔收費站 神虎段 神木北收費站 所有的車輛進行管制 很多管制 因為範圍很大 誰知道 這個整流罩 也在10點左右 跌下來的時候 被人腰斬斷了兩折 實際調落的地方 跟當局安排的地方 相差 20至60公里 其實 也不是很多 只是60公里而已 沒有上次 打飛彈打到南海 誰知道去了廣西 只差幾百公里 這次有進步 我們不是說要跟大家說甚麼飛船 我們是要跟大家說一下 7月1日 就是中共建黨100周年 這個 全世界最邪惡的黨 竟然是活到100歲 我們即時想起 很多年前 應該是 兩至三年前 應該是兩年前 當時 我們中國的第一智障 毛生宇 毛生宇少將 祝賀共產黨 長命百歲 果然是 十分之好 今年剛剛好100歲 夠了 去年我們 曾經說過推背圖 99年成大錯 青黃只合在秦州 現在 是不是他可以在秦州 青黃也不知道 不過 現在殘骸就跌了到秦州 陝西 如臨境內 陝西當然是秦州 我們要說一下 這次 神州12號載人飛船 有三個太空人上了太空 我們看到很多那些 擦鞋的人 把中國吹捧到 很厲害呀 我們又上太空了 當然對於 三位太空人的掌相 很多人都覺得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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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 掌相很一般 沒見過 網友太過份 從來沒見過那麼醜樣的太空人 好了 那樣子 千萬不可以歧視的人 不是每個人都很漂亮 很多人都很醜 三個的確是擦眉擦眼 像是那些倉務員 又或者 是那些 運輸工人 現在好像 好像在 開罪倉務員和運輸工人 比較像基層一點點的老百姓 好像是農民工 他們 竟然在 神舟12號的太空艙裏面 可以 解除地心給力 所有東西都不會浮在本胸 令人懷疑究竟你是在太空 還是在錄影室 中國以往經常都質疑美國當年登月是一個拍片的 我也懷疑 我也覺得是假的 現在中國的影片不用解釋 一定是假的 你沒有地心給力跟地球一樣 你那麼厲害 為甚麼可以 我們想跟大家說 很多人在大力吹捧 這個 很厲害 又載人上太空了 這個 是不是我們建黨100年的最好禮物 要跟大家說說這段 十分之好笑的 就是在微博上面 一個軍事大V 即是很多人追蹤的一個 這個 字媒體 或者網紅 叫做迷彩虎 他在微博有928萬粉絲 大家都知道 人蠢 錢多 大陸 沒有東西多上就是人多 動了幾千萬粉絲 漁民很多 這些全都是韭菜 900多萬的韭菜都追蹤他 證明他是韭菜王 他 發文 向中共牽微 他說 建黨百年最好的禮物 就是把黨支部送上天 他一聽就覺得 十分之不妥 送上天 是送上哪一個天啊 是不是上西天啊 好了 大家會想一下 黨 一直在陸地上清霸 一直在嚇嚇罷罷 竟然有人會將 希望將這個黨 黨媽媽 送上西天 建如來佛祖 如來佛祖未見到 首先 可能是 先驗 嚴羅旺 我們說說這段新聞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說 通擊五毛 訂閱 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效備頻道 月費贊助 大陸媒體綜合報導 6月16日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宣布 北京時間6月17日 9點22分發射 12日載人飛船 飛船 是由三個宇航員組成 分別是剛才所說的幾個民工 貌似民工 聶海勝 劉伯明 以及湯豪波 聶海勝擔任指令長 湯豪波曾經做空軍航空兵某司團的大隊長 安全飛行1,159小時 是空軍一級飛行員 2010年5月入選是中國第二批的航天員 16年5月入選神舟11號飛行任務備份航天員 19年12月 湯豪波就選神舟12號飛行任務組的 成組 劉伯明 就是08年9月 已經執行神舟7號載人飛行任務 被中國官方授予英雄航天員的稱號 聶海勝是空軍特級飛行員 曾經做空軍航空兵某司團的 領航主任 飛過1500、1600、1700等戰機 安全飛行小時有1480小時 劉伯明和聶海勝是第一批 太空人 三個太空人 據說會在太空 住長達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中國人 就會正式把太空人 常駐太空的時代 我們 想想 是不是真的可以在最上面 住三個月呢 其實 住三百年 因為 就這樣看他的 照片 拍出來的照片 很明顯是在 影棚 拍回來的 即是 拍攝場地 你說他是不是太空呢 當然是令人質疑 之前 他去到火星的探測船 我們也十分之懷疑 我們也十分之懷疑 他拍攝的圖像 以及當年Larser 傳回來的圖像有一點出入 他好像也是在廠景拍攝一樣 大家都知道火星任務怎麼拍 那個就是怎麼拍 人家可以把麥迪文在火星任務做出來 拍得那麼好 他 抄一點也行吧 真的不用送人去火星 不用送人上太空 所有東西可以在影盤裏面 搞定 關於 將黨媽媽送上西天 引來大陸的網民一致的熱烈歡迎 每個人 都想把這位黨媽媽送上西天 最好永遠都不要回來 又或者 在太空裏面爆炸 其實另外還有一些很討厭的人 都要上西 包括這個 亞馬遜的老闆 貝佐斯 他 接下來就會參加一趟太空旅行 以及 一班富豪 升上太空 據說還有亞馬遜的其他股東 如果他們真的 可以在 成功上去太空 很多網友都呼籲 你們不要再回來了 你們永遠都留在太空 做太空垃圾 因為這班左膠其實也是和國洋民 那麼有錢 但是 做著那麼多這些 混蛋 他們 應該就成為 太空垃圾 永遠都不要回來地球 或者太空爆死就算了 這次 這位 微博的網絡大V 這個叫做迷彩虎 這句說話 雖然是 一時之失 將黨支部送上西天 很多人 感覺十分之良好 正如當年 大家記不記得他們 警海鵬 神州 幾多浩地 一次上去太空繞一圈 你遲了人家四十幾年了 人家登院也做了六幾年 幾十年之後你才做一件事 好像很厲害 但是他們 跟他們的電視出現一樣 間轉兩口 感覺良好 自我感覺良好 好了 我們也是那句 十分之喜歡 把黨媽媽送上西天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